如果您觉得说要用华语来讲来问也可以 那我可以直接想跟Peper Sauritsky我做一些翻译这样子 没问题 希望大家留了这么久了 应该有一些很多有趣的问题 我们现在开始好不好 我是公民记者哈奇宝宝 所以我的问题很多 但是我就先说两个我觉得最想要提出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环境教育 我刚看到你说了很多阐述 怎么样来看我们环境教育成不成功 哪些人多少怎么样怎么样 甚至我们的总统都受了教育了 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考试制度 我们有一个制度出来 你有做一个东西总要有知道成效怎么样 不是说多少人瘦了 我们要知道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所以我们不管你这个教育怎么样了 我们想知道我们有这个法案出来 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环境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进步 怎么样的永续 我们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 不是我一个人知道 我们的环境是越来越差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上次才去那个阿里山 看到他的那个山上的山木变成毛笔状的 这表示只有上面有树叶 下面都是树干 然后呢 在下面种了龙葵 就是那个苏喜的那个东西 那结果旁边一大块的山是狂掉的崩掉的 那然后呢 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人 但是还弄了一个阿里山铁路 那我们常常 我们到外面去听这个演讲 在那个荒野 荒野的演讲 说要有无痕山林 我们去山上什么都不可以拿 只能留个脚印 无痕山林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很难过的 我们的农业上山了 甚至连阿里山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我们引以为傲的风雨 观光区呢 都是都是农业上山了 所以我在想说 那我们做了这么多的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教育 那这个到底是限制了谁了 我们大家的同 这个大家 这些去的学员都是很 很很很 洁身至爱 不敢丢一个垃圾 但是我们看到 那个那个山上有农业 在高山上 然后呢 我们看到 那边不应该 不应该 盖路的 结果 那个路 完颜上山 那个路 那个铁路也上去了 同一个地方 只有一个 阿里山的 那个青年 娱乐中心 结果呢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这样的 哎呦 我的手在发抖 谁 谁帮我拿一下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 我想知道的就是说 我们一个教育 我们教育就它的结果 我们结果到底是怎么样了 这是一个 先讲这个好 用英文没问题 我可以听 我可以听 我可以听得懂 但是我讲的没有那么快 等一下有时间 我们再请 是 还有一个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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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